廣傳媒頻道 來到廣傳媒頻道 何欽默和大家主持新清土 大年初一的廣傳貿論 今天祭祀新春戒節 祝大家家集平安 人人歡唱愉快 在一年難得的新春開始的時間 享受家庭團聚之樂 以及更加有一個好的機會 策劃未來新的一年 有些什麼人生大計 或者有些什麼事業發展 以至能夠令到生活 以至到個人的感覺 以至到整個人生方向 都得到一個重啟的機會 這個時間是計劃 就是大家反省過去一年 以至到未來自己的方向 人生得失 在這個時間 何欽默不想跟大家說一些 太過刑重 打打殺殺的話題 始終新春 傳統都希望一個氣氛和睦 都能夠有一種比較澄明的心態 去迎接新碎 現在2023年 我們播出的時間 就是1月22日 可以看到年初一之後 大家看到中國大陸 也進入了第一個農曆新年 這個農曆新年 大陸通常是春節 這個新碎 始終大陸都會有很多人返鄉 他們叫做春雲 已經開始了 這個春雲 就是有很多在城裡打工 或者是在大都會裡面 就是國內的那些城市 裡面謀生的人 或者是要出了醒的人 在這個時間 就返鄉 現在大陸疫情這麼嚴峻 很多時候都會說 非必要就不出門 那麼究竟疫情去到什麼狀況呢 始終大家看到現在不再說什麼惡意返鄉了 就不記得先那兩年 就是就地過年了嘛 疫情這麼嚴峻 現在就是鼓勵大家 就是始終都是被人搭車回去 無論是搭高鐵或者是搭長途車 這個春雲有21億人次的客量 中共那方面就不斷發佈的消息 說全國的感染率 感染的高峰已經過了 甚至發出一些報告 說已經有9億人已經感染了 如果用中共自己聲稱人口總量 總人口是14億9億人 都是一個相當高的比例 那麼事實是否這樣呢 是不是為了準備 今年稍後要聘經濟 就是要提高生產力 讓國家的活力 得到大家拼命去打工 上班 投入生產 提升國家的經濟 因為中共現在很明顯 那些荷包 他們的生意相當之惡搞的 我們看到的數字 就算現在經濟這麼惡劣 習近平的新春屯敗講話 依然都還講 叫大家說過去一年 堅定展開開展 他用開展 反分裂 反干涉的重大鬥爭 這個很明顯 說到分裂一定是牽涉到台灣的了 他的字眼的確是這樣 他說香港澳門 繼續保持繁榮穩定 新年頭他當然是善重善土 還說他要堅定開展 反分裂 反干涉的重大鬥爭 牢牢把握兩岸關係的主動權 還說要大力推進 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 大家知道 過去的一、兩年 甚至過去的三年 中共在經濟 在熱情 在外交 都不是這個 反正三樣東西都是插水的 現在全世界 各個國家見到你 又開放 又說自由行 要恢復了 所謂要爭取 提早復償 疫情都未過 要提早復償 其他國家就是高度警戒 限制來自大陸的乘客 應有之餘 因為過去疫情的時候 中共一樣限制其他國家的旅客 入境中國 一樣要搞很多關卡 甚至要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要用自費在酒店隔離 包括香港也是這樣 香港也開始要考慮 即是說 一個多月之後 就要取消室內的口罩令 很明顯 大家都看著 復償 但是 中國的 大陸的 經濟 就一點都不復償 反常 看2022年 全國31省市都處於財政赤字 財政赤字的狀態 其中 以2022年上半年的數字 22個省市財政赤字 總額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 四川省當時得的數字 赤字最大 3600多億 排第一位 河南省的赤字 3370億 排第二位 現在可能倒轉了 河南各方面的赤字 也是最厲害的了 中共就是 經常都說 它的體制優勢 它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中共的領導之下 是 無刻 無堅不摧 即是說 它又要克服一切東西 是人定勝天的 但是 它這種這樣的思想 它這種這樣的心態 即是中共 亦都包括了 以前的蘇聯共產黨 即是蘇共 當然1991年之後 已經蘇共押戒之後 俄羅斯共產黨已經是 在俄羅斯系統裡面 基本上是 不存在 是非法的了 其實 其實 經濟學家 奧地利經濟學家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自命的自負 社會主義的錯誤 這本書 很清楚地指出 現代最有影響力的 政治運動之一的社會主義 是人類理智的企圖 不僅齒路不通 而且已經將繼續 吸引人類 帶來重大的災難 威脅到人類的基本命運 可以說 這本書 就不是很厚的 百多頁 即是英文版 已經在1990年 還是1990年 好像2000年之後 就出了中文版 中文就叫做自明的自負 它說 社會 這是原文 即是翻譯中文 社會主義的目標 無異於對我們傳統的道德 法律和語言 重新進行全盤設計 以此為根據 它要把阻礙理性 完美真正的自由和公正的制度的舊秩序 以及新定為頑固不化的不合理狀態 一掃如綱 即是說 它是萬能家來的 一切都可以 在共產黨 所謂它認為掌控了一切 這種自明的自負 即是說 它們比天更厲害 更威風 比神更威風 無論你是信什麼教 總之 它認為掌握了宇宙的真理 其實任何一個偉大的文明 都經過漫長的積累和演化 在五千年的中華文明 大家看到朝代輕衰 到今天 1991年之後 封建皇朝也沒有了 即皇帝的制度也沒有了 制度也沒有了 但是心態還存在 但是敬天為了 人民愛物 這對文包物語的核心價值 從來沒有消息過 重視人民價值 指導下的傳統社會 有不同的社會部門 滿足不同層次需要 有生存需要 有情感需要 安全需要 有精神需要 而政治的存在 就是要為社會服務的 就不是社會服務於政治 那麼 宗教 道德 倫理 風俗習慣 這些基本的內容 是對政治起著一些制衡 制約和引導作用 所以在中國的傳統運作裏 皇帝是存在 威力是很大 但是山高皇帝遠 只要皇帝不及於你 人民基本上 是可以 心中有一種感覺 低力於我何災呢 即是說制度是很封建 但是如果轉離了權力 人民基本上是可以自己保佑最大的自我 但在中共之下 時事講求集體主義 常常以民族主義的名義 目空一切 甚至不理會別國的正義訴求 以至到合理的一些規範 也都對國際秩序無視 對於一些其他國力大過自己的 包括美國 或者一些歐洲的國家 都是平視它 平視它就是說 那麼高那麼大 就是這種這樣的幫會的思想 這種黑幫的一種眼光 是跟世界普世價值格格不入 當然中共也都不容許異見 也都不接納非中共的思想 中共聲稱不破不立 大破大立 要移風易俗 要破舊立身 對於傳統來說 是完全是在他們心目中 是沒有存在的 就是沒有大沒有小 也都沒有過去 那麼要破除 這些所謂的 所謂的文革 當時要破四舊 將恐龍耳打在地 要建立 具有中共紅色基因非人的黨文化 而且要將這種黨文化 滲透到社會每個角落 所以黨文化 對中國大陸的社會的破壞 是深刻 而且是徹底的 歷法血節令 分嫁 分喪嫁取 衣食住行 甚至家庭組成 生活願望 生育願望 都被中共要捏到 好像它要求的樣子 這個黨文化 滲透社會每個角落 人類就失喪 人性不存 整個生活群體變成 野獸 暴落般 那麼盲慢 那麼失控 搞到弱弱強食 人際關係 如果不是講利益 就是你死我亡 真正的靈和遊戲 就在中共的社會 天天上演 那麼再看看 習近平治下 他2012年上位 2013年 已經出現了華東政法大學 一位教師張雪忠 在新浪微博提到 原來中共通過了一個文件 共產黨的一個政策 叫做七不講 七不講 有不同說法 但是據張雪忠 在新浪微博發表的七不講 包括普世價值 不要講 新聞自由 不要講 公民社會 不要講 公民權利 不要講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 不要講 權貴資產階級 不要講 司法獨立 不要講 這個七不講 那麼大家看看現在香港 其實就是 中共 習近平的 這個權力系統 中共的黨文化 就是在實踐七不講 你看到七不講 司法獨立不講 因為習近平 在2014年 已經講 三權合作 來到香港的時候 公民社會 現在香港 很明顯已經被中共 在剷除 這個就是 叫做 尚在進行中 新聞自由 香港已經開始 叫做 不存 是還有丁點 但是 已經受制於 現在 國安大法下面 普世價值 這麼講 普世價值是什麼來的 民主 自由 人權 法治 這四大支柱 是根本的 普世價值的 核心來的 那麼 中共 就是 不講這些 就是用黨文化 覆蓋在一起 是認為 人定勝天 你看到人口政策 現在出現了危機 就是 中共以為人定勝天 用它的計劃生育 其實就是計劃經濟的延續 可以控制人口 結果 自食其果 你搞一鞋花政策 現在不單止出現了光棍社會 男女陰陽失調 以至於總人口 去到今天 是 就是 叫做 插水式下墜 搞到它生產力下降 所以中共 沒有了人口這個紅利 並且出現了人口赤字 幾大件事啊 這個改變不了的 改變不了 這種失控狀態 是中共自己一手造成 還有它以為 可以清零 對病毒 它認為人定勝天 有什麼理由 病毒改不了 不可以消滅 用到清零這些 違反 一些最基本的 公共衛生的道理 世衛都說 唉 沒問題 到今天 去到去年 22月7日 發覺 無以為計 清零真的行不通 就放棄了 結果 就搞到更大 一獲足出來 全國缺衣小藥 結果 致病死亡的人數 就是火箭式上升的那種暴聲 於今為裂 今天都沒有過這個疫情的感染和致命率的最高峰時間 有一個說法 可能去到三月初 有些說法可能還要兩三個月之後才過這個疫情的真正峰值 要恢復經濟 可能上半年都一般 可能下半年 中國共產黨才可以真正插動所謂復償之路 但是這個用人力 是不理客觀規律的思維 就是海耶克所說 致命的自父 所造成的惡果 海耶克這些 這麼有遠見 看穿社會主義 當然今天中共已經不是原初 所謂不忘初心的社會主義 今天已經演變成為法西斯主義 演變成為一些叫做集權思想 獨裁思想 社會主義只不過是一個驅學 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只不過是一個遮醜暴 實質是走進一些暴政的思想 暴政的一個國家行為 所以見到七不講 完全是當世界現行的 所謂rule 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是如無物的 是不講規則的 因為剛才說 他七不講的 他不要講的 全部都是國際上通行的東西 就是國際法要實踐的東西 但是中共偏偏我行我素 它認為它是代替了天 它代替了一個更高的力量 人口政策是苦果 也都是病毒政策 是自己跌落了一種自我設定的陷阱裡 也不要講外交 講戰狼外交 又是以我為主 作為不跟中國共產黨主旋律的殺無色 結果我們的經濟外交 搞到今天 這就是不依客觀規律辦事 要講共產黨 紅色基因下的主觀能動性 認為自己可以代替了自然 代替了更高的力量 那種神 那種控制 自己就是為神 共產黨的人 共產黨的人 每一個都當自己更高於神的一種存在 當然大家看到 這是一種非人的狀態 沒有了人倫 沒有了世界的客觀存在 共產黨說什麼唯物辨證法 其實偏偏這方面 最封建迷信 它迷信了自己 它自己 認為自己就可以取代所有的力量 結果全部都是假大控 剛才我們說到 可耶克的知名字似乎很形象化 很清晰地告訴你 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大的和害的力量 還未曾結束 它將會為禍人類 繼續 如果它不全面在地球上消失 這種所謂社會主義的潮流 或者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一些政權 將會被世界唾棄 因為它是逆天而行 是普世所不容的 後來我今天在新精頭 跟大家分析了 致命的智庫和中共最新的困局 希望大家在未來一年 多一些思考的基礎 在這裏很多謝各位長年的支持 希望未來一年得到大家繼續的撐場 請按一個讚 分享出去 可以遇到身體的 訂閱我們 按下全部消息 我們可以經常通知大家 好 今天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 再祝大家新春愉快 拜拜